来 还是鸟鸟能干哪 弟父这一病嘛 他倒是把家里的事物 打理得井井有条啊 万婆夫 七七阿子 你们能来了 听说你家阿母病了 过来看看 七七 看看人家鸟鸟 多孝顺 多乖巧 我上次病的时候 你怎么尽孝的 居然出去跟人打了一架 阿富到底会不会说话 这 你这般赞一个扁一个的 是想让我跟少少妹妹 生闲戏吗 不过看在 你是夸自家妹妹的份上 这回我就不给你计较了 气得我这右边头疼又犯了 快给阿富揉揉 阿富 这医师说了 卢又刺头则赵兄啊 你惦记着要生儿子那事 爸这是撑不了了 你放心 阿富保证给你生个弟弟出来 你当真一亲了 看不出啊 你这出趟远门 竟顺手拐了个狼血回来 明明年纪比我小 成亲劝在我前头了 不过这个楼瑶 之前跟何昭君有过婚约 好像总是被羞辱欺负 太老实了吧 我就是喜欢他老实 我阿富阿母也不喜欢阿姨 可这么听话的狼血 要上哪儿找啊 我修期房屋 她递我工具 我锻造农具 她替我拉香 我被阿母责罚的时候 她还偷偷送酒给我喝 若子 甚好 不对啊 听你这么说 这些活计 连房也能干啊 二姐 两个人在一起 两情相悦才最重要 两情相悦是什么感觉 找个玩伴做狼血 再好不过了 也有道理 那以后 我也找个听话的狼血 我打架 他便帮我递半棍 我受伤了 他能帮我包扎 可不能像你四兄弟 天天就知道顶撞 我四兄并非是为了顶撞 万七七 你又胡说甚哪 找狼血 当然不能找 只会纵容你 你得找个能鞭策你 能激励你的 我是找夫婿 又不是找夫子 我干吗找一个 这样赌心的人 来糟蹋自己 少工 你不是会占卜算命吗 帮我算一算 看看未来夫君长什么样 七七阿子 你的未来狼血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眼前 哪有啊 你算得准不准啊 你算的准不准啊 你算不准啊 你算不准不准啊 那把你做了 你算不准啊 狼血远在天边 就是了 五五 你算了 两个五 你算不准了 你呢 这齐齐鸭子的眼神 莫非有问题 我看着挺好的 弟夫 你这还病着 就别再送了 依我说呀 女人就不能太过要强 你敢承贤立威照顾你 这都受成杆了 万兄可曾见过我 这么粗壮的杆 好 小舅 像是我跟阿姨在列上 和阿姨有程序 吃到一 cld 就是要付寸的行李 and 跟阿姨在ей 可以用并测试 就是还alen 要是一体猴子 回都城已经有大半载了 再怎么荒废啊 怕是要访天 依我看 得给他们请个夫子 规规矩矩地开个家学 传授些盛行的道理才行 夫人这个主意好 我也觉得他们欠收拾 是该增长些学识了 程家要开家学 想去白露山 求学子施教 这程家还真是舍尽求远啊 普天之下 除了夫子 谁能比我更合适 公子这意思 不愧是想要去程家 当那什么夫子吧 皇甫夫子惦记着丧师叔 让我平日里多照看一耳 我怎能违背师命 丧师叔不是在华县吗 丧师叔最喜欢的 便是他那不着调的侄女程少商 白露山此番来信 是想我推荐师兄弟 不如我自建 替丧师叔分忧 好好调教一下程少商 免得他嫁人前 懵懂莽撞惹人嫌 这程家是替家中的儿郎 招夫子 可不是替女眷招女师啊 圣人有云 有教无类 我是那等 卿是女眷之凡夫俗子吗 自然是要将女公子们 一并教好 innovations 那是亲事女眷的事吗 那分明是人家 根本就没想找你啊